台北东区的店面传出来高价招租的案件 在三年前以总价9亿元标下安泰银行店面的中资亨德利集团呢 最近委托商众来出租店面 一平的店面租金比台北市一个高级套房整间 或者是一间公寓的租间还要贵耶 如果顺利招租的话呢将成为东区店面王 集园人潮百货加持 中校东路商圈一级占据寸土寸金 传出租金可能又要创新天价 一个店面就要租300万 一瓶就要2.3万 三年前呢位在中校东路的安泰银行呢 以9亿元被中资亨德利标下 每瓶创下了556万的天价 是公开投资台湾店面的首例 不只店面行情贵 租金更是高的下人 旧银行变金店面 中资买家养店面 委托商众 传将高价招租161瓶店面 开出月租300万 相当每瓶2.3万的行情 等于在信义区可租到15坪小套房 一般公寓可租到40坪 如果顺利出租 堪称东区该地段最烫金的店面王 太夸张了吧 太贵了吧 在信义区可以租个豪宅啊 一级占区内呢 平数又够大 而且呢 它是属于三角窗这样的一个优势 所以在整体的店面租金行情市场上面来讲 是很有极大的吸引力的 一平店面租金就比租一间公寓还要贵 东区地段房市比比皆是 按照台北市价登陆资料 中校登陆四段 平均店租每瓶5到6千 东南一段162项弄 每瓶8到9千 大陆一段 每瓶近6千 沿急街151号到200号 每瓶6千多元 比起一瓶2.3万的经店面 租金反倒便宜2到3倍 只能说经店面就算是可以租下一层公寓 但背后的商机前朝无限 也让店家再会也愿意掏钱租下去 中文新闻前见雄情绪精彩的报道 为了